各位喜歡電腦PC的玩家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Computex 2023台北國際電腦展現場 睽違一久的大型展覽 那我們這次來到的是 腰廠OSLOCK的攤位 我們就要來看看它有什麼新的版卡 顯示器以及我們的迷你主機囉 好啦那OSLOCK這次他們的電競螢幕 也帶來三款新的 55吋、32吋、27吋的更新 那這台的話它其實之前有推出的 那只是說這一次的話 它在下面多加一個LCD 可以去監控啊 去顯示一些電腦的資訊在上面 那它這邊展示的話 是它整個Live Stream的畫面 那這台的話是OSLOCK他們新推出的 另一款我覺得蠻接近我們旗艦款電視螢幕的 它是PG32-UMF 它最主要的特色 它除了是4K 32吋之外 它是Mini LED背光 也有HDR1400的超高亮度 所以說它的反應速度表現都很好 而且它也都具備了 DatiSIM、FreeSIM 還有我們G-SIM的功能 所以蠻期待之後來測試這一台 這麼高階的電競螢幕囉 好啦如果你覺得32吋4K這個預算有點高 沒關係 其實OSLOCK它也有帶來是我們現在主流的 27吋2K QHD的電競螢幕 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台PG27 QF2A 它的特色就是我剛剛說到的 27吋我們個人使用很適合的2K的電競螢幕 而且它也具備165Hz 1.5Hz、1.6Hz反應速度HDR 還有滑行獨家的整合天線的基座設計 這也是蠻特別的一個地方 它一樣具備了虛心的功能 可以讓玩家順暢的打電動囉 好啦那除了剛剛我們看到了兩台 跟一台55吋比較高階的電競螢幕之外呢 其實商用的部分啦 就是也有24吋、27吋4HD的版本 就是我們現在這邊上這兩台 A20 FE 跟A27 FE 它就是給我們入門的使用者、消費者 有著商用的4HD螢幕可以選擇囉 好啦那OSLOCK這次迷你電腦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興趣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於這一台DESMIT 它會有一代AMD的更新 就是它會支援到Ryzen 7000的APU 或者說Ryzen 7000的處理器都可以支援 那主要呢就是升級到DDR5的記憶體 PCIe 5.0的SSD 而且維持一樣的體積 還可以再裝一張獨立顯卡喔 DESMIT的AMD的更新之外呢 那現在還有一台新的款式是 我們DES Sling 就是你現在看到它是其實比較是窄型 而且它可以加空瓶機 上面還有一張SF的小尺寸的顯示卡 可以作為商用主機來使用 那除了DESMIT的AMD的更新 下一代版本之外呢 那其實Intel系列的話 B760也已經展示了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B760 STS 跟B760 ITS 就是這兩個尺寸都會有Intel B760的更新 那他們預計的話是Q3會推出 所以說如果你是喜歡DESMIT DESSling的迷你小組機的玩家的話 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AMD 以及Intel未來的新的迷你電腦囉 DESMIT的迷你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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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MIT的迷你電腦